说起武侠,相信大家脑海里浮现了很多作品 往远了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金庸群侠传 往近了说,有着在夏日游戏节压轴登场并大放异彩的影影之刃林 可以说武侠游戏是国产单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近有这样一款武侠游戏在各大论坛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那就是来自独立游戏制作团队原始鸟雄的活侠传 在以往的印象中,武侠游戏往往都是扮演一个初出茅庐的傻小子 一步一步的修炼,遇上各类奇遇,结识几个红颜知己 最后消灭危害江湖的大魔头,成为一代大侠 喝落的一些武侠游戏,促现的大侠励志传 亦或是口碑优秀的异见风云爵,走的都是这个路线 而活侠传和上面那些游戏都不一样 它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反龙傲天 龙傲天是指那些一出场就能轻松击败对手的开挂型男主 顾名思义,反龙傲天则是主角每完成一件事都要历尽千辛万难 活侠传的主角赵胡,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当我第一眼看到主角的立会时,直接把我惊呆了 丑得惊为天人,特别是表现特殊表情时的立会 比如发花痴的时候,不仅表情猥琐,还会流口水 演绎的时候,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游戏往里的城之内 让人不禁想问,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丑的人吗 不过仔细一想,我发现还真有 大家好,我是电棍 主角因为长得丑,从出生就遭受到了无数的恶意 在家里,父母不待见他,将他送上堂门 父亲希望他一辈子当个普通人生活 导致他武学之路被堵 在山门里,因为长得丑,被其他的师兄弟欺负 每天要包揽山门上上下下的各类杂活 时不时还会有师姐找上门,把赵胡当奴隶使唤 古侠游戏里起点最低的男主就莫过于此了 如果按照正常的爽游发展,那就是男主遇到奇遇 势力不断的进步,让世人明白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最后逆天改命的故事,听起来很点 但制作组的反龙奥天套路却让这个游戏不通于上面描述的那种爽游 玩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十分憋屈 而这种憋屈,则是来自天命转盘机制和剧情雷点 首先是游戏里特殊的天命轮盘机制 类似于CRPG里的优点系统 目的是为了引导故事走向不同的分支 让剧情变成网状并且充满不确定性 但同样的系统在博德之门里 往往会让玩家去探索不同选择下的不同解法 而火侠传的优点不一样 因为天命轮盘大多数时候是判定人物接下来会取得什么行为 举个例子,游戏初期,主角在一间破庙里躲雨 并且碰到了一对类似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肩夫淫妇 女主之一的龙香为了给被肩夫辜负的师姐报仇 将其打成重伤 而就在肩夫要逃跑的时候 你需要进行一次揉点 一旦你的点数小于50 就会被石灰粉弄下双眼 最后成为一代盲侠被人害死 游戏结束 除非你在剧情前一数达到一级 才能避免死亡结局 不然你就只能不停的SL重新揉点 直到揉到大于50为止 运气不好 玩家可能在某一个揉点环节要卡很久 类似的情况 在后面盖帮和少林发生冲突时 也会因为揉失败而被打死 并且在火侠传里处处都充满了这种随机性 一不小心 玩家就有可能碰到奇怪的死法 然后只能重新读挡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这些死法都非常的幽默 就比如玩家有可能在劈完柴后 从山下摔下来摔死 有可能在练完工后泡温泉被淹死 就算玩家的各项属性拉满 也避免不了幽默的死法 再加上不能随时存档 一周目的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 但仅仅是因为这些游戏上方便修改的设计 《波侠传》还不至于遭受那种强度的口诛笔伐 它的一些剧情雷点 才是导致这一切事件发生的原因 正目前解报的一些数据来看 游戏可能存在多位剧情相关的女主 而目前只有三位女主拥有完整的攻略剧情 但三位角色都存在一点的雷点 第一位是赵活的白月光 小师妹唐莫玲 赵活还在唐门外门苦苦挣扎的时候 幸好有这样一个不歧视她样貌的美丽少女 在背后鼓励着她 让她坚持活了下去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安慰她 可以说是很多人亲尽全力想走的第一条线 而且一旦走上小师妹线后 结局剧情也是非常甜 但是第一个但是来了 如果你在宗门的时候厨房去的不够 小师妹好感度低的话 她就会嫁给瑞森本游最龙傲天的角色 这个瑞森有多龙傲天呢 就这么说吧 一登场就展现了极高的天赋 赵活在共同派留学会和瑞森第一次交手 这场战斗按正常的玩法是根本赢不了 只能花时间凹闪避 或者直接风铃月影启动 然而当你战胜瑞森后 直接触发剧情杀 被一道闪电给劈死 作者在这就认定了赵活不会是瑞森的对手 哪怕不是用修改器 也会触发这个剧情 一个天资极高的龙傲天 在小说里一般都是妻妾成群 火侠传这个游戏也不例外 在唐门决定外嫁小师妹时 如果没有阻止出嫁 那么她就会嫁给瑞森做小老婆 没错 瑞森有七个国色天香的老婆 而且最离谱的是 结局武林盟围剿唐门时 小师妹竟然会跟着瑞森一起参与进来 在首发版的时候 小师妹还会在龙傲天没血的时候 跳出来给她回血 尽管在后续的更新中 小师妹会给双方都加血 并且瑞森还会提及为何后宫进行原防 但如此赛博补膜的行为 反而导致了不少玩家更加厌恶这一段剧情 第二位女主 英姿萨爽的女侠龙香 这位更是重量级 在游戏里 召获有四个师兄 其中大师兄是最特殊的一个 她因为母亲身份的缘故 经常出入花柳之地 照顾那些花魁 而且武艺高强 为人风趣幽默 还开启了赵火的习武之路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 在剧情中 我们可以看到龙香和大师兄 就像一对欢喜冤家 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 CP感十足 主角在旁边就像一个电灯泡 在游戏初期的剧情里 还会发生他们俩不小心亲嘴的剧情 不过在游戏的后续更新中 制作组将被亲的对象换成了主角赵火 但龙香与大师兄交流完 还并未进行修改 所以还是有不少玩家 对于后续的剧情感到割裂 而第三位女主夏侯兰 可以说是护身最高的女主了 无一高强 人美心善 十分宠赵火 成为她的徒弟后 结局还可以和师父一起仗剑走天涯 好不快哉 然而夏侯兰有一个特殊的属性 那就是人妻 对于广大的曹操们来说 这可能让他们更兴奋 但对于一些玩家来说 这就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雷点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过 最近在二游圈里 闹得沸沸扬扬的ML风波 ML也就是Master Love 出自FGO 众所周知 FGO里面存在着 类似好感度的羁绊值系统 玩家们也乐意看到 角色存在对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拥有感情 然而最近的某些二游女角色 在游戏中有了主角之外的暧昧对象 所以普通玩家和ML玩家之间 爆发了强烈的冲突 这次火侠战的争端 也离不开ML风波 无论是小师妹和瑞生 龙香和大师兄 夏侯兰和前夫哥 仿佛游戏制作人想传达一种反后宫的观念 但问题来了 既然是反龙奥天反后宫 那瑞生这个有七个老婆 而且玩家无法击败的角色 仿佛就像是蝙蝠侠 狠狠地逮捕赵活这个小丑 而且制作组仿佛充满着恶趣味 在游戏中夹杂了大量的酷当悲剧主义 酷当悲剧主义是一位贴巴巴有创作出来的名词 意思是指 如果进入了一些特殊的剧情路线 那么女角色悲惨的结局 大多会和酷当有关 就比如小梅将赵活囚禁起来后 过段时间后 她会告诉赵活 他们梅兰竹菊 一起成为了金屋上人的生育工具 叶云商在赵活背叛师们后 会因为点仓派而受主自尽 制作人在公告里说没有人为赵活而活 但在游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没赵活 所有人都活得不怎么样 这是一种非常割裂的体验 对于高仿玩家来说 这一切问题都不答 因为活侠传的文本 以及一些剧情设计还是非常优秀的 哪怕存在一些雷点 他们也乐意一遍遍的SL 收集各种结局 但对于低仿玩家来说 这一周末的体验着实不友善 按照发售时的难度 可以说赵活在武林中寸步难行 一不小心就遇到剧情雷点 导致低方玩家难以继续游戏 所以在活侠站发售首日好评率才30%多 部分玩家甚至表示不开修改器玩不下去 虽然在后面制作组连发几条公告 对广大玩家反馈的雷点进行了修改 也就是赛博补膜 现在的好评率也已经达到70% 可以看出这些修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从制作组的公告里可以看出 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是不太情愿的 因为和他们的初心反龙傲天产生了偏离 而且活侠传本质上是一款慢节奏 多周末游戏 温本量极大 而且对话中隐藏着极多的差分 如果不能在一周末让玩家沉浸下去 是普通玩家很难接受的 不过在大妈看来 活侠传最大的问题不是天命轮盘机制 也不是剧情里的雷点 而是活侠传目前来看就是个半成品 大量角色的剧情没有下文 比如说龙傲天瑞生 这有在开了修改器修改好感后 我们才能知道 赵胡和瑞生竟然还有亲密关系 如此正好的剧情竟然大量缺失 可想而知 为什么不知道隐藏剧情的玩家 会对瑞生发出疑问 你谁啊 对于原始鸟雄这种 只有两个人的制作组来说 想要完善后面的剧情 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